三分野播的很不错 热度突破了两万八 你现在的心情如何 播出的成绩确实是还不错 聚播期间你有看网友的反馈吗 有没有哪些印象比较深刻的 同步追剧 留言就是说的最多的就是 土播数都没你土之类的 坦然接受 实验时是导航工程师 这种新鲜的设定是当时吸引你揭晓他的原因吗 首先导航工程师 其实我以前从来没有饰演过 所以这也是一个新的一个领域 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比较喜欢演一些 跟之前完全角色没有任何关系的 另外一种新的身份 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剧炮脸的演员 所以在一个新的领域 我很想尝试 然后再看一下剧本 发现剧本好扎实 这个人物身上的这种特色 跟他的这种生活经历 其实是他的生活经历离我很远 他的生活经历在我看来确实是惨 太惨了 然后我生活呢 我生活在一个很温馨的一个家庭 就是这一块离我很远 所以越远 其实对于演员诠释的这个要求啊 难度啊会更大 你演好了之后会更有成就感 再加上这小子也挺野的 确实挺野的 其实我骨子里也有这样的东西 也是一直没有机会去展示 正好通过许愿室可以展示一下 对 出演这种离自己比较远的角色 你在开拍之前会为他做哪些准备吗 我一般进一个新的剧组 我是有一个很固定的一个习惯 我可能提前15到20天 去到我要拍戏的这个城市 然后那15到20天就可能也是提前到那个城市 感受一下那个城市的氛围 感受一下那个城市的能量 然后让自己的心先安静一下 然后因为去到那个城市的时候 肯定是剧本都已经看完了 然后在那15天里开始看小说 看他的小说看 因为演员演戏 我觉得最根本的地方就是心理 所以去看小说 其实是填补学院时的很多的生活经历 填补他以前一些过往的一些事件 那如果小说中没有的这样的事件 那可能你自己需要去构思一些 他以前的生活是大概是个什么样的 他跟父母是什么样的关系 他妈妈为什么离开 然后丰富自己的内心 那你自己再一演这个角色的时候 可能就会跟热心一种一些 可能就不需要演 就是你就成为那个人就行 相比以往演过的线舞剧 实验室这个角色 有没有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感受 我看到网友自说的最多的就是 说庄宇和许院时 说实话他们是有共同点的 共同点可能就在于他们的这种高冷 我觉得最大的区分点是 庄宇是属于完完全全 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 他只是搞他的这个职务教授的 这个钻研的这块 他其实是对于社会上的人情世故 他是完全不懂一种状态 而许院时是一种 他是懂的 他太懂了 但是他不屑去人情世故 可能这是这是两者的一种区别 庄宇其实更正一些 庄宇是可能是三分野 七分正吧 有个配比要自己调一下 其实庄宇是有十分野 但是他不能太那个 怕吓着下面 三分野里有很多名场面 大家都非常喜欢看 你的感觉如何 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 三分野这颗戏 我觉得首先文系是特别多的 给我最大的感受 这是一个成年人的恋爱 对给我最大的感受 因为以前可能会不会那么成年 对所以这也是 可能我们黄天然导演 阿姨也是有非常丰富感情的这个男人 所以他也对 时常会灌输给我们一些 教会我们一些谈恋爱的经验 但这方面的话 确实像黄天然导演学到了很多 大家都很喜欢狗素你 你自己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反正就是不能当人 我觉得其实这种狗素啊什么的 就是因为大家粉丝喜欢你 就是对我在我而言 我看待这件事情的当时 就是我认为是一种对我的夸奖 把我比喻成人的话 可能和你们没有那么贴 没有那么接近 可能比喻成狗的话 可能就会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 我是这么理解的 对主要是一种夸奖 我欣然接受我 有人会称呼你为慢半拍帅哥 你一直以来性子就是这样的吗 因为你说话太好听了 我知道他们都在说我很笨蛋 其实我也是 就是综艺里面的一些场面 只是我作为我自己个人的一小部分吧 那个聪明的我可能占了很大的部分 刷新一下大家对我的这个认识 以后我也会一直接聪明的角色 你很喜欢电竞体育 这类让人肾上腺素飙升的赛事 这会让你有一种得到补充的感觉吗 我不用补充 其实我骨子里一直都有 就随时掉通 我会合理的分配给角色 其实我骨子里 其实不能是我骨子 其实每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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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面 其实你愿不愿意自己去调动 如果说是你演许愿石的话 那你身上的这种三分野七分正的这些元素 你得拿出来 你得把它放大 如果说是演一个很阳光 很善良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大男孩 其实就也很简单 就是你只要把自己骨子里的东西拿出来就行了 演那个坏人的角色的时候 就可以把自己的阴暗面拿出来 那你会想演坏人吗 我非常想演坏人 就是我觉得坏人目前对我来讲是一个挑战巨大的一个 一种类型 一种角色 让大家可以刷新一点 以往的一些角色的认知 那你之前说喜欢稳稳当当做事 这是不是也意味着你有点追求完美主义或者掌控感 这种掌控一般都是掌控自己 因为我是一个可能平时生活中的时候会 我是走两个极端的人 我平时生活中的时候会非常随心 极其自由 我也不会给自己制定任何一个计划 就我当下我想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但是在专业上的时候 我就没有那么随心 在专业上的时候 我会对自己要求非常高 极其追求完美主义 以至于追求到让自己痛苦 就是拍的每一场戏 就每天睡觉前都会看白天的那个视频的回报 然后就觉得其实可以更好 这场戏如果那样的话可以更好 其实总是对自己的角色会有一点的 觉得有点遗憾 有点小缺陷 大家都说线舞剧不能没有张彬彬 对此你怎么看 这会影响你对剧本的选择吗 嗯不会 其实我一直想做到的就是成为剧炮点的演员 我现在让大家看到了一些现有题材 我可以胜任之外 其实我之后我就想挑战别的 比如说悬疑 比如说一些军旅题材的 比如说像我很喜欢加音歌演的那个 人世间 我也想我可不可以接一些生活理财 其实在每一个区域我都想去挖掘自己的这种可能性 然后去尽可能突破自己吧 然后时不时再回来演一部线 前段时间新剧手术直播间杀青了 简单介绍下这个角色以及他带给你的感受 手术直播间是我在里面饰演的是一个天才医生 一个天才妙手回春 治病救人永远第一的这样的一个医生 我们也在拍戏之前也进行了20天的这个真的在医院里实习 看着来来往往的病人治病 去了解了一些医院的医生工作的一些真实情况 也是有医疗指导全程陪同我们 然后给我们讲出一些他们之间的一些故事 然后真真实实地接触到了医生这个职业 然后在演戏的这个整个过程 我只觉得医生才不容易 你最喜欢许愿石身上的哪种特质 为什么 最喜欢许愿石身上的野性 因为其实我身上一直有没机会展示 也谢谢许愿石给我一个舞台 如果让你对恋爱中的许愿石说一句话 你会说什么 恋爱中的许愿石 你别太扫了 你觉得在许愿石心中什么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 一定是爱情和事业 对于许愿石这个角色你有没有哪些遗憾 对于自己的角色上还是有些许的一点遗憾 但我希望保留这一点遗憾 请用三个词形容一下许愿石 责任感 无所畏惧 野 你养过三个高的男生 KO 庄宇和许愿石 你觉得他们分别像英雄联盟里的哪位英雄 KO的话应该是盲森 庄宇的话 雅索 然后许愿石的话 诺克萨斯之手 因为诺手有一个技能 是那个 过来 他有那个技能 他挺符合许愿石 三分野在很多国外的平台也都登顶了 能简单说一下你的感想吗 那天又看到了好多的海外的 这些指数好像都是第一名 其实当时内心还是非常激动 完全在我的意料之外 然后很开心自己演的这个许愿石 被大家所认可 所喜爱 继续努力 如果让你对海外粉丝 说一些感谢的话 你会说什么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 原来我海外还有好多的爱我的粉丝 对 所以也是很惊喜 也很意外 也很谢谢你们 一直以来的支持我 并且喜欢我演的许愿石 谢谢 对于广大网友说 让你进行全国寻亲这件事你怎么看 我可以啊 我来寻摸 让黄天然导演亲 我来帮他寻摸 我们是寻亲组合 之前答应粉丝的专辑和粉丝见面会 进行了吗一步了 专辑其实一直有在准备 然后可能在今年吧 今年争取 可能不一定是专辑的形式出现 可能会一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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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外出 然后并且自己在接下来拍的每一个戏都可以为自己争取一首OST 网友形容恋爱后的许愿石就像孔雀开评一样 你怎么看 可能因为我生活中其实和许愿石挺像的 但是没有他那么那个开评 所以但是呢 你要展现这个许愿石在恋爱的这个和前妻的这个区别 所以就些许鸣骚了一点点吧 对